嘿大家好,歡迎回到Shot Adventure Line 接下來跟大家繼續介紹的是在這個Hunt for the Deserticon系列裡面 不對,Generation系列裡面的Darkmount 我幾乎快忘記我已經擁有這隻機器人 差一點錯過了去介紹它 後來有朋友提醒我說怎麼還沒有介紹這隻Darkmount 我才想起來,天啊我居然還有這隻沒介紹啊 貴人多忘事 好,但不管如何呢Darkmount是一部狂派的變形金剛 但是講到狂派呢,有一點很有趣的就是 在整個坦克車子的整個車身呢 卻看不到任何的狂派的標誌在他身上出現 就以這個車子的形態來說 所以呢,讓人家看起來完完全全不知道他到底是個好人還是壞人 這一點算是一個隱藏裡面不錯的一個地方 什麼東西啊,OK 而他的這個,在車子的一個形態能動的地方呢 除了這個輪子之外呢,再來就是上面這個塔台呢 可以轉360度 沒有問題,OK 以及那個炮塔呢,可以能夠往上跟往下 以及他身上所配備的這些 所謂的3mm的這個扣子呢 他們可以各自的去活動 這些都是沒有受到阻礙的 但是呢,這些呢是 近期的一些變形金剛呢 能夠讓你去互相扣動的一個武器的一個系統 而在這邊呢 儘管說不難看啦 但是呢,卻有一點多出了一些 呃 摟哩巴說的東西的一種感覺啊 當然啊,這個感覺是看各位 有些人喜歡他有額外武器的一個架式 有些人就請他囉嗦向我了,OK 所以呢,這個東西可以說是可有可無 自然啊,自然然的,如果你不喜歡的話呢 他這個這個扣子呢 是很容易拔給 他是這個樣子的一個扣子 很容易的啊 就能夠把他從身上呢 拆除下來 那既然這樣的話呢 我們暫時的 就以拆除的一個形態呢 來介紹他了啊 整個這個坦克車的這個外觀呢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漂亮的一個坦克車型 唯一個人不喜歡呢 就是他一個顏色的一個配色 也就是一個藍色啊 我知道說他還有另外一個重新塗過的顏色 是整個灰色的 那個叫什麼 你們怎麼忘記了啊 那個呢 他也有他另外一種 以車型來說呢 一個相當不錯的一個造型 所以呢 既然我已經先買了這部藍色的Documel呢 那另外一部呢 我自然來呢 不會去把它列為烤綠了 所以把這個車子呢 翻到底部來看的話呢 是的 你可以看到機械的一雙手臂呢 在這邊呈現出來 以及 是的,狂派 很狂派 狂派的標誌呢 在車子底下隱藏著 這個是呢 到時候在他胸口出現的一個標誌 而在那邊呢 我看看 不是不行啦 如果你要這樣的話呢 雖然也有狂派的標誌出來 但是呢 真正的一個車型變身方式呢 是應該成這個型態的 OK 所以整體的這個車子來說呢 完完全全都不會讓人感到討厭 而且呢 感覺上看起來像是一個 攻擊性質 呃 以及這個裝甲 非常堅固的一個 前面帶輪子 後面帶鋁帶的一種 呃 這個坦克車 好像他前面會跑很快 後面跑很慢 導致他 呃 是怎樣啊 肯定要快還是要慢啊 OK 好 那如果擁有這個傢伙呢 自然然都知道 他有一種三變式的一個型態 啊 也就是車子型態 一個 呃 Battle Station 也就是攻擊戰 啊 那個塔 砲塔的一個型態 以及最後他機器人的一個型態 個人呢 是不太喜歡 以及不太滿意 他這個砲塔的一個造型 但是呢 既然他的說明書裡面 提了出來 那我們在這邊呢 就順便來介紹他一下 好了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是呢 我們先把他這個 旁邊這兩片呢 車頭這兩片呢 往外移到旁邊來 OK 接著呢 我們就是把這個 車子翻到底部來之後呢 把這個兩邊 鋁帶以及裡面 手的部位呢 一併的喔 這樣啦 看得比較清楚 一併的把它搬開來 OK 搬開來之後呢 你要把手呢 再一次呢 分離開來 跟鋁帶分開來之後 到這個地方來 OK 接著好像是怎麼樣子 把這個呢 整個的彎下來 彎到這個45度角的角度來 另外一邊呢 鋁帶也是 把它稍微弄鬆之後呢 手把移開來之後呢 把它彎到 哈囉 OK 把它彎到這個45度角的角度來 接著呢 則是把這個砲塔呢 從裡面 呃 從底下這個地方呢 伸展起來之後呢 轉180度 接著呢 我們就要把這個 手的地方啦 旁邊的地方啦 弄弄 像我講 我非常覺得說 這個造型呢 是非常鋁的一個造型 所以我大概弄一下就好了 OK 後面這個地方呢 搬起來 轉彎 搬起來 轉彎 啊 好像是這個樣子吧 我看看這個說明書 大概是個這樣 像我講的 變身出來之後呢 非常非常的鋁喔 應該是變錯了 不過是這個意思 你大概懂了 OK 所以呢 換句話說 你如果把它擺成一個 機械的一個型 這個砲塔的一個型態呢 你就可以讓 比方說 讓這個蜘蛛人呢 彎一下來 去這個 控制這個 呃 塔台 或者是 讓這個 Power Ranger呢 去握著它也可以 或者是 呃 呃 或者是 是的 大家都等著排隊 去玩這個砲塔 啊 所以呢 像我講過這個砲塔 這個形態呢 並不是一個 它的一個賣點 甚至於可以說是 好像那種網友啊 在網上硬是想出來的形態 反而被放到說明書裡面 所以呢這個 可以說是變過一次或兩次之後呢 基本上可能一輩子呢 也不會再去把它變到這個砲塔的形式啊 所以呢 我們乾脆的再把它從頭恢復到 呃 坦克車的形態呢 來介紹它一個正式的一個變身過程吧 好 首先 第一個要做的是呢 我們就先把這個 坦克車後面這個部分呢 先把它給分開來 左右分開 之後呢 我們把它翻到底盤來 好 翻高這樣看 分開之後呢 我們就把履帶跟手臂這個地方呢 再一次把它給分開來 呃 成這個 形態 接著呢 履帶旁邊這個 這一片 裝甲的部位呢 就要開始把它給往外 推 啊 推到 呃 越前面越好了 我這麼說好了 然後呢 這一片呢 就把它給打直 這個機器人的變身過程呢 基本上呢 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很多的零件 這個部位呢 都會互相去卡到 擋到 它的一個變身過程 比方說這個地方呢 就很容易卡到 呃 是怎樣 可以 所以呢 玩具可以說是 變身完之後呢 很不錯啊 的一個造型 但是呢 它會卡位的地方呢 稍微多了一點啊 好 把這兩邊分開來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把它的雙手呢 把它給 這樣好了 雙手呢 把它給盡量的移到旁邊去 為什麼要盡量呢 因為你接下來要做的事呢 是把泡塔呢 整個的 移到下面來 啊 這個地方來 OK 那移到這邊的時候呢 你要記得 記得點就是 把這個 車子前面狂派這個標誌呢 給搬出來 OK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呢 底下呢 有個紅色的小扣子啊 這這邊不明顯 但是有個小扣子呢 是要扣在這個 洞裡面的 而在這邊呢 我就暫時的 把這個下盤 或是底盤這個地方呢 轉180度 暫時的啊 可以不用轉 但是我轉呢 是有我的目的的啊 OK 好 接著呢 把它給卡下去 呃 卡到這個地方 哈囉 OK 卡進去 之後呢 我們就把這兩片 這個 裝甲以及履帶的部位呢 移到手臂的後面去 而手呢 則是在前面 像我講的這個地方 你就要稍微注意一點說 怎麼樣去把它給移開來 而不把這個 裝甲履帶的部位呢 給弄掉 OK 這邊呢 也是一樣 把它給移下來之後呢 整個 灰色這一片呢 往後挪 OK 挪到這個地方呢 它有個 扣子的地方呢 兩邊都可以把它卡進去 固定它的位置 OK 接著呢 則是把手的部位呢 調好之後呢 手掌呢 把它給打開來 機械的頭呢 則是在這個部位 所以呢 這個時候就把胸膛這一片呢 就是狂派標誌上面這個呢 往下扳的時候呢 把這個 頭呢從裡面給摳出來 為什麼下面要 當時要轉1008呢 因為你看啦 這個呢 也是有一個 好像 船的一個 這個水上的這個 挺的一個 架式在這邊 真的 往下扳 該不會 在這說明 該不會